魏无羡张口难言 喉间发苦 胸口酸涩难忍 缓下心中情绪 他紧握着陈晴 转头飞掠网 这一路上 都有那道白色的身影 仿佛是他再一步一步 追寻着那道虚无缥缈的影子前行 却和影子离去的方向背道而驰 最终也不过是渐行渐远 这一路上他想了很多很多 有将叔叔 于夫人 师兄弟 从前的莲花雾 还有蓝忘机 他该知道 走了这一趟之后 明面上 他就将与那个世界彻底划清界限 或者早在乱葬岗上 在他选择走了独木桥之后 他就已经回不去了 他总归是不愿意去回想那两夜一天的遭遇 但这却不能完全受他自己控制 摄日之争结束之后 魏无羡待在重建的莲花雾里 每只夜深人静 被怨气反噬 无法入眠之时 他总会感觉到 丹田小腹处生起的漫长烧灼的疼痛 一如最初那几日 他找温情要阵痛药物时 那样的痛苦 温情给他吃了麻药 吃了止痛药 他却还是疼痛男人 让温情再给他多用一些 温情沉默良久 只能告诉他 没用的 胃无羡 你现在连根手指都抬不起来 你的身体根本感觉不到痛 因为不是你的身体在痛 是你的意识 你知道完好的人失去身体的一部分的时候 他们会感受自己的肢体还在身上挨痛 但那都是假的 没法治的 除非你自己永远忘记这段经历 他的身体疼痛早就麻木了 可他意识中的患痛仍然留存 所以后来哪怕他竭尽全力 去试图抛弃那段记忆 但意识还是会记得那份折磨的苦楚 他沉默地吃下了所有苦楚 那是他自己选择的 无法回头的路 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 有些刻骨铭心的事情 或许在漫长的年月 的确可以消磨去追心的苦痛 但至少 短时间内 那些绝望至极的经历 不是说要忘记 就能在短暂时间里完完全全忘记的 他从前所修习的学识记忆 都在提醒他 你为无限走的是邪魔外道 与玄门百家修行之道 背道而驰 格格不入 摄日之争里 他能凭借鬼道与阴虎福给云梦将士立威 然而一旦仙门百家 共队的强敌倒台 他便是最大的靶子 而他不能连累莲花雾 自然也不能连累蓝战 魏无限很清楚 鬼道是他拿命修炼出来的 而他想起看见的那个陌生的自己的模样 心中色乱无比 若他真的死了 他心中的道义 也绝对不会允许他 做出这等夺赦之事 越是想 就越是喉中干涩 魏无限暂且抛却了这些纷纷扰扰的杂叙 陷下温情一直有难 这才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 不过 或许在窦言厅 能再见到蓝战也说不定 忽然想起蓝忘记每次对自己说 跟他回顾苏之时 魏无限小小雀跃的心又沉了下去 穿过一片娇艳舒白的牡丹丛中 魏无限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我想带一人 回云深不知处 带回去 藏起来 可他不愿 魏无限恶然处理 最后露出了一个苦笑 转身离开 原来他不是要纳我问罪 原来他是要把我藏起来 蓝战 我死了 你怎么办呢 魏无限眼底赤红 明知道这不过只是一道秒像 蓝忘记根本听不见 可是却还是忍不住想要回应他 蓝战 如果可以 我一定随你 回云深不知处 这声应答 散在了花丛中 此诺难成 魏无限入了窦言厅内 喧哗尽声 蓝忘记的确在此处 却在被那些个不知好歹的人给威胁着 一把夺过那咄咄逼人的酒杯 引尽放下 魏无限面赴冷冽的笑意 盯着那个敬酒给蓝忘记的金子勋 彻底与蓝灵金氏撕破脸之后 魏无限无声回望 撞见蓝忘记眼底的痛涩 心中一色 然后依旧下山 往穷其道赶去 十五年后 云深不知处 蓝战 魏无限胡乱伸手 抓住了蓝忘记的衣袖 蓝忘记本就一直守在他身侧 立刻俯身答道 我在 你别生气 蓝忘记微正片刻 柔声道 我没生气 哦 我跟你走 快把我带回你家里去 在蓝忘记微微正愣的眸中 魏无限把自己喊醒了 还有些眩运感消散不去 魏无限眼前旋转着许多的人影 最后清晰地映出一张蓝忘记的脸庞 清醒了片刻 简单交谈几句 确认随便封剑属实 蓝忘记把剑递给他 魏无限心底多是无奈 他当时无奈拔出了随便 这倒是坐实了自己的身份啊 随便出窍 毫不费力 魏无限凝视着健身里反映出的那双眼 不是仙姿卓绝的云梦魏英 也不是阴厉鬼魅的夷灵老祖 是被献设重生的魏无限 将随便重新归翘 魏无限无声叹息 简单环顾四周 这是一处摆设简单的室内 角落点着一盏素雅的纸灯 视线最后回到蓝忘记身上 蓝战 我睡了几天了 四天 好吧 四天 早就足够夷宜灵老祖重回这个消息 传遍悬门百家了 蓝战 魏无限本想问这是什么地方 忽而脑中一记顿痛 他屈指柔暗额角 总觉得此处有些眼熟 但这里应该是在云深不知处呢 你把我带回云深不知处了 万一被你大哥发现怎么办 蓝忘记还未应答 蓝溪尘从屏风后不出 恰好听闻此言 遂答道 我已经发现了 既然他已经在云深不知处待了这些天 想来消息都是泽物君帮忙隐瞒下来的 魏无限心道 赤丰尊的尸体呢 魏无限肃然问道 聂明觉的尸体由聂怀桑保管 而蓝忘记说金光瑶的表现天衣无缝 只要确认他不能毁尸灭迹 事情就还不会演变至完全无解 他确实在蓝灵金市密室中 看见了赤丰尊的头颅 还被强制拉进去共情 蓝溪尘注视着他二人 缓声道 他说此事一定会追查到底 给出一个交代 但线下 旺姬 无限 你们二人 是否也应该给我一个交代 听闻蓝溪尘对魏无限的称呼 蓝忘记眼底略过一刹恶然 可回头看魏无限时 他神色正常 竟不觉有意 暂时顾不得弟弟惊诧的情绪 蓝溪尘问 忘记 你说金光瑶的密室中有大哥的头颅 是否你亲眼所见 蓝忘记道 他亲眼所见 蓝溪尘道 你便如此笃信他 蓝忘记道 信 蓝忘记回答得毫不犹豫 不容置疑 魏无限心底升起一片质烫 却又觉得本该如此 他知道的 无论怎样 蓝忘记都会相信自己 这份信任不是莫名其妙 只是被他忘记了缘由 却仍旧发自内心地认定着 蓝溪尘又问 那么金光瑶呢 蓝忘记道 不可信 蓝溪尘定定然看着他二人 似有思量 半晌后 他对蓝忘记道 大哥的头颅是否在他手上 你我都没有亲眼目睹 说来你我二人 都只是凭借着对另一个人的了解 所以加以信任 你比我更了解魏公子 所以信任他 而我 更信任金光瑶 我不用判准备 准备 你 感谢观看